颱风肆虐也为南部地区带来了灾情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高雄老龙溪溪水暴涨 明马克路桥河床变道跟变桥都被冲毁 导致道路中断 而桃园区复兴里以及梅山里等地区 形同孤岛 有370人受困 居民就快要断吹了 驱空所是紧急派人启动流龙来运送物资 颱风过境 高雄城区下起好大雨 老龙溪溪水暴涨 夹带吐石冲击 明马克路桥钢变桥不仅被冲毁72公尺 连河床变道也被冲毁一公里 桃园区复兴里拉夫兰里及梅山里又成孤岛 山区居民出不去市区民众进不来 370人受困居民就快断吹 驱空所派员启动流龙运送物资 粮食供应充足预计还能挺过25天 不止山区道路被溪水冲毁南横沟路段也出现陆基掏空 现场拉起封锁线就怕造成人车危险 六规区台27线整个路基也流失 马路变断成出现大型缺口 另外在桃园区藤之连外道路也因为台风路疏倒塌落实摊方 阻碍双向通行遭逢路 镜头转动市区岗山介寿东路段 前方路灯突然倾倒 民众精神尖叫真的吓坏了 差那么一点路灯就要砸到车车 索性人车平安 狂风震震瑞丰丰夜市摊位的铁皮也硬生生被垂涎 高雄灾情不少 精神瞬间都令人捏把冷汗 记者王孟廷称部长林佳明 高雄采访报 康瑞台风让大台北地区度过了七年来最有感的台风夜 先来看到的是内湖有骑士 冒着风雨外出帮家人买晚餐 没有想到才骑了50公尺 就被倒塌的电线杆砸中头部 送一抢救之后宣告不治 而另外松山医院在民生社区的宿舍以及新装 都有铁皮屋顶被吹先砸毁车辆 还有大楼的遮雨棚被吹落到金融路环东杂道上 导致交通受阻 风雨交加其实才刚经过公园 大树突然被吹倒扯断电线杆 惨的是直接砸中骑士 电线杆倒塌瞬间还爆出强烈的火光 消防人员急着救人 好不容易把人拖出来 但48岁罗姓男子头部重创 抢救后人宣告不治 为什么我们可以帮忙你的地方吗 妈妈得知消息崩溃痛哭 因为当天儿子冒着风雨外出 是帮全家人买晚餐 没想到才骑了50公尺就遇上死结 狂风咒语到处灾情不断 煎气被吹得晃到不行 下一秒碰碰碰好几声 整片联动铁皮屋顶竟然先落掉下来 台北市民生社区松山医院宿舍 铁皮屋顶这一杂还巷弄整个被堵住 底下有多少车受损还在计算 对面住户铝门窗更是直接被毁了 我还看我们家的那个铝门窗都掉下来 铁片在撞的声音嘛 突然就蹦一声然后就看到这东西掉下来 简直就像血滴子扫过 新北市新庄区同样铁架砸落 铁皮屋顶紧贴公寓外墙垂落路面 小货车惨被压 这块违建铁皮先拆除再来谈赔偿 31号台风夜台北市松山新义一带 震风达到10级 离谱的还有机动路上环东扎道口附近 车道停在高架上进退不得 有的干脆抓住机会违规回转 因为道路上变成这个样子 疑似附近大楼遮雨棚架翻落 造成交通严重堵塞 庆幸的是没有车被砸中 大台北七年来最猛台风夜 康瑞威力实在好吓人 解王子英帮王家台北新北报道 新竹有栋24层楼 玻璃帷幕的女儿墙快要被吹落了 住户赶紧先用大楼的消防水袋固定栏杆 直到锦销道场用救援神绑梁柱 才暂时化解危机 而在基隆则是有招牌不敌强风 从高楼砸落 而在桃园则是有市场 铁皮屋檐瞬间掉落 还有水塔也跟着砸落 屋顶铁皮被强风吹得摇摇欲坠 下一秒风势突然增强 铁皮瞬间先飞 吓得目击民众惊呼连连 更紧张的是一旁就是高速公路 衰落瞬间轰然巨响 心头跟着一震 没有没有到国道耶 同样令人捏把冷汗的还有 路面被吹得不断狂震 轰隆巨响下一秒碰 绿色铁皮屋檐瞬间掉落 还有两个水塔也跟着砸落 瞬间炸出水花 目击骑士吓得赶紧退后 风吹头 水塔太重就出来了 抗日台风掀起 强风豪雨 桃园巴德大难市场 还有店家遮雨棚承受不住 强风往下塌 不仅汤位里的冷气 被强风吹出 雾瓶也吹飞 路过的驾驶赶紧躲开 才没被砸中 惊嫌鞋笛子还有 大型招牌不敌风势 从高楼硬生倒下 大力砸落地面 占据大半个车道 警方赶抵基隆市区 一一路段上 合力将招牌移至路旁 索性当时路上 没有人车经过 造成伤亡 而狂风也吹向新竹 竹北移动24层楼的居民 从30号下午4点开始 绷紧神经 因为大楼的玻璃帷幕 女儿墙快被吹落 十几个人猛力拉住消防水袋 还有人抓到躺在地上 一刻都不敢松懈 从天亮拉到天黑 撑了一个多小时消防才来 用救援绳绳绑梁柱 将女儿墙固定 暂时解除危机 要三圈 我三圈 线不够长 再来再来 只不过都在同一个社区 其他住户却没事 也让民众怀疑 施工出了问题 记者综合报导 双北地区这次对 康瑞台风来袭 真的是非常有感 有民众住家的玻璃门 直接被吹破 一人历经家中的落地窗 还被台风捲来的铁块给击碎了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这次康瑞台风呢 也创下了三个记录 包括它是1958年有记录以来 一年当中最晚登陆的台风 还有呢 是2016年以来 在台北市的平地 刮出最大的强震风 以及2005年以来 一年内有三个强台登陆的记录 哎呦 太久 太久 被狗狗走到玻璃门前 没想到下一秒 玻璃门竟被狂风吹到炸裂 四组为了闪躲拍摄画面一阵晃动 救命啦 看着满地碎玻璃只喊救命 一人历经住家的落地窗 也被强风捲来得铁块击破 铁台进来的 哎呀 而在新北市新店更有耗制灯被风刮断 挂在空中旋转 双美地区这回对台风风是超有感 有气象粉专发文解析这是搅鱼流效应发挥 虽然31号晚间台风中心在彰化外海 北部吹东南东到东南风 但强风撞上东北角山区被迫绕路转向 结果东南风河流风速增强 让台北盆地北海岸等地被吹爆 康瑞强台之姿登陆 却在短短10小时内被护国神山中央山脉 破坏结构减弱为青台下陷 仍成为1958年来一年当中最晚登陆的强台 也是2016年来在北市平地 刮出最大强阵风的台风 更重演19年前一年间有三强台登陆的状况 而台湾短期内是否还会受到 其他台风威胁 台风刚走冷空气接力报道 下周北部低温可能下探到一字头 得注意保暖 最终报道